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那当然这个礼拜的影片也包括 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当彼得跟其他的这些门徒去捕鱼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教讨他们什么样的事情 而从这样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那我自己在看Taylor跟Taylor的Book Moment Central的那个 看Follow Me里面他就讲到就是 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在上个礼拜当中 我们在那个很悲伤的状况中 就是我们还曾经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牺牲中的这个痛苦 但是这个礼拜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光荣的胜利 因为他已经复活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然后在那个来跟从我里面就讲到说 有许多旁观者 他们对拿撒勒耶稣这位了不起的人的死亡 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结局 为什么 因为他让拿撒勒从死里附身 不是吗 就这个人对吧 然后呢 法利赛人威胁他想要置他于死地 他不是一次又一次顶住了吗 而且他也展现大能 医治虾子 麻风病人跟贪子 连风跟海都听从了他 那为什么在这里 他被悬在十字架上 然后宣告成了呢 有人就说他可以救得了别人 救不了自己 那这句讽刺的话 可能带有几分的诧异 但是我们都知道 耶稣基督的死亡 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当然坟墓里的寂静呢 是暂时的 耶稣基督的事工才开始 而且是正要 蓬勃的开始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找到他 当然不是在死人中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而是在复活人当中 所以他的教导 不会就此销声 逆机 因为他中性的门徒 会向万民宣告福音 并信赖他的这项应许 然后他的应许是什么呢 他会常与他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所以呢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我们就先要来谈谈 复活这件事情是什么 那当然在上个礼拜 我们谈到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愿在死 基督下上限述他的生命 他的身体就被取下来 然后中性的门徒就带了香料 然后呢带他 然后要进了这个他的坟墓 好 长得这样子的 好 然后呢用干净的麻布 把它包起来 放到坟墓里面 那因为就是逾越节的那个安息的 所以很多人就稍微坐了一下 他们就离开了 然后安息日之后 当然就有那个 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 还有其他中性的妇女 一大早就回到坟墓那里了 然后想要找耶稣基督的遗体 可是只看到一个空坟 所以呢天使就宣告 向他们宣告说 主已经复活了 然后那天晚上 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主也向他们显现 给他们看他复活的身体 而这一次的经验不久后呢 耶稣基督也在前往 以马处司的路上 向两位门徒显现 然后他们回到 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跟门徒分享他们的经验 所以有一些人 不少的 算是不少的人 就在光在新约中 就都已经看到复活的救主 那到底复活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部分 那在福音主题 复活的这个主题上中 就谈到说 复活是什么 复活是灵和身体 在不朽的状态中 再度结合 不再生病或死亡 那因为亚当跟孝恩的坠落 所以我们开始 身体会死亡 反正我们的身体是一个 不会死亡的身体 然后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死亡 然后呢 灵体就会离开身体 好这有点像 我们现在传教说常常说 这是一个壳 就是我们的身体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笔心就是 就是灵体 那身体没有壳 真的完全都没有办法 这个身体的壳 如果没有灵体 完全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OK 但是呢 灵体也还是存在 但是很多的事情 你也看到它很不方便 但是复活以后呢 我们的身体跟灵体 再次结合 而且最棒的是 这个身体不会再死亡 不会再生病 所以就像这次一支笔 但是你就知道 这支笔的笔心的水 永远写不完 然后呢 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尽头 当我们复活以后 我们不会再死亡 也不会再受伤 然后救主 他是这个世上 第一个复活的人 所以新约就记载说 他从神幕起来 然后复活的主 就向他的门徒显现 甚至还帮助他们了解 他是有骨肉身体的 所以他就说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他说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所以在一些场合当中 耶稣基督都让人们来摸他 第一个是证明 他不是灵魂而已 他有骨肉身体 第二个是证明 他就是那个 经文预言的那个救主 甚至他的还 他的身上还留下伤疤 所以当他 不管是在他的门徒 像他的门徒显现 或是在像尼腓人显现的时候 都是这样 他们可以来摸他 而且看他身上的伤疤 那复活的时候呢 我们会照着我们的行为 去接受审判 会到神的面前去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像现在一样 记得一切 我们所做的事情 特别是记得我们的罪过 我们会得 那将来经过审判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要去哪一个国度 那我们要到什么样的永恒荣耀 都是看我们今生 到底是不是中性 所以虽然所有人都会复活 但是只有归向基督 领受他圆满的福音的人 才能够在高荣国度中 获得超胜 所以了解复活 对复活有见证 除了帮我们将来 可以造更好的国度以外 也可以在我们生活经历挑战 或是有成功的时候呢 带给我们希望和愿景 那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 只要我们确实知道救主活着 知道他透过赎罪 已经打断了死亡的枷锁 坟墓就无法得胜 死亡的毒钩 就会被荣耀的希望吐沫了 好所以这个是关于那个复活 那我们来想一想 当我们看到那个空的坟墓的时候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代表什么 OK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被教导 在当时的那些圣徒 他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这个空的坟墓 当然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他克服了死亡的障碍 他复活了 那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 这代表因为他克服了死亡的障碍 为所有人类都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将来我也会复活 那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超大的啊 因为我的身 我的人生就不会像佛道教这样 就轮回啊 我以后会变成猪啊狗啊什么的 我会知道我复活了以后还是同一个人 那当然我就值得为我后面的生命再继续努力啊 如果我现在做不好就是轮回 啊一直轮回一直轮回 那不如我现在做好一点 然后我就一次的 我不想要再补考 我想一次的都做好做到位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到我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为了让帮助他的门徒知道他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给复活下定义的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的这个部分 讲到就是魂无骨无肉 但是我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的36到48节 他说正说真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到的是魂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一面 起一面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所以说这话的时候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了在他们面前吃了 所以呢然后他又对他们讲了这是 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知识所告诉你们的事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就是指着我将来会出罪 会复活 这些东西都应验了 所以他们就开了耶稣就开了他们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然后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民起知道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好所以呢这个是在很多人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以后 所以之前他们也不是很确定当那些妇女来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是很确定 但耶稣基督就直接向他们显现 好耶稣显现了 还告诉他们复活是什么意思 复活就是有身体有骨有肉 所以他们可以去摸他 可以确定他是那个救主 所以他不是只有魂 而且在那次的事件当中还教导他们经文 帮助他们更了解复活是什么 好还教导经文 然后呢还告诉他们要去传福音 好 然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一次显现的时候 我教导他们的事 好那关于复活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就是魂无骨无肉 但是我是有的 那哥林多前书也有人有说到 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他就说 你所种的如果不死就不能生 就是没有死亡就不会复活 而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及麦子 或是别样的骨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也是一样 兽又是一样 鸟又是一样 鱼又是一样 他说有天上的形体 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 也有分别 他说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 复活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是强健的 所种是血气的肉体 复活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 所以有点难 可是我觉得后面讲得比较清楚的是 本来我们的身体是会朽坏的 本来我们的身体会朽坏的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生病 会 会有一切的这些 是会朽坏的 但是复活以后呢 就是不朽坏的 而且呢 以前呢 我们现在是属血气的 之后呢 会是属灵的 所以这样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菲利比书的第三章的 20到21节也讲到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 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能叫 那 他要按着 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些 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 所以我们的身体 会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也就是说 我们会 因为我们所做的有荣耀 而且 那个身体 会跟他相似 就是那个不死的身体 OK 好 那尼斐三处也谈到了 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 他们看到救主 耶稣基督还对他们说 来我这里 然后呢 用手摊我的肋旁 可以感觉到我 手上和脚上的钉痕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救主 所以需要特别有这些钉痕 来让他们确认 他就是预言中的 以色列的神 全地的神 所以呢 是为世人的罪被杀害的 所以当然群众就真的去了 然后摸他 看他 然后真的知道了 看到了 感觉到了 确实知道了 也坐证 他就是众先知所记载的 要来 已经来过的那 已经来过 要来过 或是现在他们说的是 已经来过的那一位 甚至约瑟斯密 跟阿里佛考得理 也在加德兰的圣殿里面 看到他们 所以在佳侯圣约的110篇的2到3节就讲到说 我们看到主在我们面前 站在讲坛的围栏上 他脚下平铺着琥珀色的唇金 他的眼睛如同火焰 他的头发白如唇雪 他的容颜发光比太阳还亮 他的声音及耶和的声音 像众水奔腾的声音 不过这个我比较难想象 众水奔腾的声音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这是很洪亮吗 还是什么 好 再来就是 佳侯圣约的130篇的第一节 他有讲到说 当救主显现时 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我们必看见他是一个人 像我们一样 还有再后圣约的88篇的27节到31节 他说 纵然他们死了 他们也必复活 成为属灵的身体 凡属高荣的灵 将获得以前自然身体时的同一身体 即你们将获得你们的身体 而你们的荣耀 将是那使你们的身体复苏的荣耀 你们凡借着部分高荣 荣耀复苏的以后 将获得同样的荣耀 直到获得全部 凡借着部分中荣荣复苏的 以后将获得同样的荣耀 直到获得全部 凡借着部分 低荣荣复苏的 以后也将获得同样的荣耀 直到获得全部 这是讲到说 由于我们在今生的作为 所以我们将来可能会有高荣的荣耀 有中荣的荣耀 有低荣的荣耀 这个就讲到审判了 好 这个就是我依照我们的行为将来要决定的 所以到底救主的复活 对我的生活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12使徒定了主的陶德克里斯多章 他就教导说 想想看复活的重要 他确认了拿撒勒 耶稣的真实身份 解决了生命在哲学上的争议和疑问 这疑问是什么呢 这个疑问就是 假如耶稣君真的复活了 就可以推断他必定是位神圣的人物 陈世凡人没有能力在死亡以后 又将自己 又自己取回生命 但是因为耶稣君复活了 所以他不可能只是个木匠教师拉比或先知 因为他复活了 所以他必定是 一直是一位神 也就是天父的独圣子 因此他的教导是真实的 神不会说谎 因此他是大地的创造主 就如他所说的那样 因此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存在的 就如他所教导的那样 因此灵的世界是存在的 他死后曾经去过那里 因此如同天使所说的 他会再回来 并亲自在大地上统治 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和接受最后的审判 所以如果他是神这件事情成立了 他的教导一定是真实的 他一定是创造这大地的主 将来我们会有审判 高荣低荣中荣 甚至外层黑暗 这也是事实 而也因此有灵的世界 那我们就需要为那些 在灵的世界的祖先 做所有必要的教义 因此将他再度来临的时候 我们都要因为我们的所作 所为我们的言行 与此思想来接受审判 所以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就真的很重要 值得我们去了解 值得我们去为这件事情 或祈祷 然后虽然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摩尔门经当中 还有增加 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解 比方说在摩塞亚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他先讲到说 他说若非他为他的人民完成了 从世界奠基石就预备好了救赎 我告诉你们若非如此 全人类都必灭亡 但是看啊 死亡的枷锁必被打断 人只必统治 有能力控制死者 所以他促成死人的复活 那摩塞亚书的第十六章的七到九节就说 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没有打断死亡的枷锁 而使坟墓不能得胜 并持死亡 失去毒钩 就不可能有复活 但确实有复活 所以坟墓没有得胜 死亡的毒钩也因基督而被吞没了 他是世界的光和生命 是的 是无尽的 用不暗淡的光 也是无尽的 不再死亡的生命 甚至在阿尔玛苏的第十一章的 四十到四十节 他就讲到说 他要来到世间救赎他的人民 他要承担相信他名的人的罪 将来获得永生的就是这些人 救恩不会降临到其他的人 所以除了打开死亡的枷锁以外 险恶的人所处的情况 就好像没有救赎一样 因为时候会到 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 站在神面前 按照他们的行为 接受审判 有一种死亡叫做属世的死亡 基督的死打开这种属世的死亡的枷锁 使全人类都从这属世的死亡中复活 灵合身体 必重新结合成完美的状态 四肢和关节都要回复到原来的躯体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然后我们被带去站在神的面前 那时候我们知道的 就像现在知道的一样 我们会清楚记得自己一切的罪过 这样的复原要临到每一个人 无论是老的或少的 为奴的或自由的 男的或女的 邪恶的或正义的 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去 每样东西都要回复到 完美的躯体上 就像目前在身上一样 然后被带到子基督 父神和神圣之灵 这同意永恒之神的审判来 受审 按照他们行为的好坏 接受审判 好这不仅讲到父母还讲到审判 另外呢摩赛亚书的第九章的十三节说 由于那经由耶稣之后来的人类的救赎 他们被带回主面前 这就是所有人得救赎的方法 因为基督的死亡促成了复活 复活促成了救赎 而解除了无尽的睡眠 这是我说的 所以当号角一响 所有人都要靠着神的大能 从那睡眠中醒来 无论渺小的或伟大的都要出来 站在他的审判栏前 被救赎脱离死亡的永恒枷锁 那死亡是属世的死亡 所以这里讲到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做了什么 帮助我们克服什么 当然一个就是死亡的障碍 而如果我们相信他 他才有办法帮我们克服属灵的障碍 这个灵的死亡 帮我们除去这个罪的后果 而在审判的时候可以有被加更多的分 而被提到更高的容量去 因为我们的服从 因为我们所做的 那但是就在讲了这些事以后 有一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耶稣基督向他门徒显现 然后当时那个多玛不在 那多玛不在 所以当门徒就跟他讲的时候 他有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 他说我总不信 为什么我总不信 到底要怎么样我才愿意相信 所以呢多玛就在那个十九节 他就说那个那日的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犹太人们都关 然后耶稣有来嘛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这件事情 可是呢之后二十四节开始 他们就十二使徒当中有叫低徒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与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到 多玛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手指探路那钉痕 又用手探路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意思就是说除非你让我看到了 摸到了我才愿意相信 即便有这么多的证人 这些证人是谁 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 第28章的一到十节里面 讲到就是 摩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 摩大拉的玛利亚 摩大拉的玛利亚 跟那个玛利亚 所以有两个玛利亚 好那为什么有两个玛利亚 我也不晓得 但是当我听泰勒跟泰勒的影片的时候 他们说那个玛利亚 这个字其实有爱的意思 我忘记是西伯来文还是什么 他有爱的意思 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这些赎罪牺牲 就是爱 然后呢有两个爱出现 可以了解了吗 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多大的爱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 他们来看坟墓 突然间大地震动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 就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然后看守的人呢 就浑身 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沾 甚至像死人一样 所以天使就对妇人说不要害怕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 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他说照他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主安放的地方 快去告他的门徒 告诉他们 说他的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也先往家里里去 在那里面要捡到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然后妇女就急忙的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就是抱给他的门徒 然后呢 当然就是有就有遇到耶稣 就向他们 说愿你们平安 那有的时候是一个 有的时候是两个 有的时候三个 反正就是有人就是看到耶稣了 所以他们就去抱他的脚 然后拜他 就说不要害怕 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里里去 在那里被看见 好 所以呢 在这里 玛利亚看到了天使 那有的讲的是一个 有的讲的是两个 这里讲的是两个 然后之后又看见救主 好 所以就去 就去告诉他的门徒 OK 好 好 所以这个是一组的那个 然后在那个 约翰福音的20章的一到八节 其实也是类似 就讲到拉的玛利亚 就看到石头挪开了 然后就跑去见 西门彼得跟那个 耶稣所爱的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 从坟墓里挪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所以彼得跟那个门徒就来了 往坟墓那里去 然后两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更快 到了坟墓 低头往前 就看见戏玛布 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然后西门彼得也随后到了 进了坟墓去 就看见戏玛布 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金 没有和西门布放在一处 是在另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了 看见了就信 好这个呢 当然是 这是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看到了 然后呢 去告诉门徒 然后门徒中的约翰 好那门徒 其实那门徒就是约翰 就那个主所爱的门徒跟彼得 然后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还产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他就说 耶稣基督他的那个 那个戏玛布就放在那里 其实是很整齐的跌着的 OK所以 耶稣就是一个整齐的人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一个教会的潜规则 没有这样的规定 是一个潜规则 虽然彼得 不是虽然彼得 是虽然约翰已经先到 但是 彼得是总会回走 所以约翰等在那里 没有先进去 这个是之前我们在上 福音研究所的时候 王龙弟兄也告诉我们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等在那里 彼得进去以后他才进去 所以如果你看其实教会现在 的聚会离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没有人会走在纳尔轻会长的前面 即便其他的人都比他身手矫健 然后他们的潜规则就是这样 然后 大致上他们走路 有时候大概就是一样的速度 可能总会会长团的另外两个是这样 但是 他们真的 理论上当他们行走的时候 如果是一排他们还是 大致上会按照他们的资历来行走 就是一个潜规则 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他们尊重其他的 资深使徒的地位 他们会让比较资深的先走 这个是潜规则 但是也没有一定到说一定是这样 可是如果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 我相信他们一定都是这样 让资深的使徒 比较资深的使徒是走在前面的 OK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以马褚斯的路上 好 就是说前往以马褚斯有两个门徒 然后他们走到一个 就是往一个村子去叫以马褚斯嘛 就在谈论 这是所预见的一切 然后正在谈论的时候 也就几乎就接近他们 跟他们同行了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 或者不认识他 对这件事情我实在不太了解 为什么这样子 耶稣就有改变形象吗 所以这件事情我还在了解中 然后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然后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就把那个 其中有一个叫格流 把他就说 那你在耶稣上怎么做客 还不知道自己先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就说啊什么事 他就说就是拿撒人耶稣的事 他是先知 你看他们也搞不清楚 他是神子还是先知 即便他是他的门徒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还不了解 复活的真正意义的 我相信也是可能的 然后呢 所以他就说 他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然后呢 祭司跟我们的官府 进把他解去定了死 所以就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救赎以色列民的 就是他不但如此 且这事情成了已经第三天了 然后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是我们旌旗他们早上清晨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 就来告诉我们说 天使显现的时候他活了 然后又有我们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讲的 只是没有见到他 好所以他们就叙述了 这整个事件 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句话 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 耶稣这样受害 又经过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所以他就说 他们的信 信的太迟钝 信的太迟钝 所以他们的信心恐怕 还需要被加强 我想那个也是为什么 耶稣就又来显现 又来教导的原因 因为其实这一些人 耶稣就传教不过三年 三年的新成员 其实对很多的事情 恐怕也不是那么了解 当我回想 我1993去传教之后 我也发现 我好像也很多事情 没有那么了解 虽然自己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所以他就把那个从摩西到众先知上 那开到众先知里面 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 就经上预言他的事情 都给他们讲解 然后到了进他们的村的时候 耶稣基督还要往前行 所以他们就留下说 时候已经晚了 日后已经平息了 跟我们住下 耶稣基督就真的跟他们住下 坐骑的时候 耶稣基督打起饼来 注谢了 劈开了给他们 那那个时候 他们的眼睛才亮了 明亮了才扔出他来 然后耶稣基督就忽然不见了 然后他们说 哦刚才 他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心是火热的 虽然一开始 他们觉得 舅主觉得他们迟钝 但是他们有感觉 回到一些事情 只是像我还是新教的时候 恐怕会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感觉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赶快回耶路撒冷去 然后呢 遇见十一个门徒 然后还有跟他们同在的 聚在一起就说 出国安复国了 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所以他们就把 路上所遇到的事跟拼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 是又说了一遍这样 好所以那另外当然又讲到 那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又讲到玛利亚 然后他哭的时候 就往坟墓里面看 就看那两个天使 就我说有的人说一个 有的部分说一个天使 有的部分说两个天使 然后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哭呢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所以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就看见耶稣就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所以耶稣就问他说 父女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 然后玛利亚以为是看人的 就对他说 先生若你把他移去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身来 用西伯 他说 拉伯尼也就是夫子的意思 他就说不要摸我 还没有伸去 伸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要伸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所以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 说我已经看见主了 然后又把主 对他们说 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所以呢 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恐怕就是那个 开玩笑 就是在这 这一个世界当中 最具那个焦点的人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讲到 摩达拉的玛利亚 所以实在他就是这个 很确切的见证人 见证这些事情 所以讲完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刚才那个 不是讲到说 除非我要看见他身上的钉多嘛 还要什么 还要用手指探路那个钉 就是探路那个 用指头探路那个钉 用手探路他的额旁 我总不信 所以总不信的这个人呢 后来就发生了什么事 好过了八天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利亚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出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 探路我的额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而这时候呢 多玛才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因看见了才 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 因看见我 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有福了 所以呢 怎么样可以没有看见就信 我想一定不是 没有看见我就信 我觉得一定需要有一些了解 OK 但是的确耶稣就是说 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那昨天呢 我觉得可以比喻成我 昨天去学习的一样事情 我在工作的地方 一直都会有什么养生学 还是什么的一个学会 在做一些帮人治病的事 然后对我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难以了解 如果是气功 因为武侠小说都写了很多 所以你会觉得 啊气功你是知道的 可是他就说 我昨天就问了 我就让他们做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要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就说 哦 这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 那是有效的 而且他说的还不是气功 他说是能量 那我说能量怎么来 他说 去听 我们的师父讲 然后告诉我们 就会有能量 我自己想说 嗯 嗯 困惑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希望我去上课 然后上课不用钱 但是 不是因为不用钱 就可以去上课 是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 让我相信 我怎么可以接受呢 那当然 多马他要相信的方式 他就是要亲自看到摸到 而对我来说 你总要让我有一点体验 有一点感觉 我才能够相信 所以当然我现在是相信的 而这开始是因为我愿意相信 然后我就试试他的教导 然后我就会取到 所以他们可以先告诉我这些事情 然后呢 我不想要一次就去上四天五天的课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有一点点花我的时间 好 然后所以 从YSG跟多马 或是跟很多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到底学到什么 对我来说 我觉得YSG很爱他们 在那个年代 所有人最多只被教导三年 这些人 就不过像我们三年的新成员 我想YSG知道他们的软弱 知道他们在知识上的不完备 所以在复活后 除了让他向他们显现 证明他的复活以外 他还要教导他们 再巩固他们 他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继续的传播福音 那也许这件事情 太难相信 所以我觉得 就是会有很多的证人 就像我们在讲到 摩文经的这些人 他们就听到那个 天上的声音以后 然后就一直在看 这个到底是谁 所以就有个穿的白袍子 下降 降在他们中间 然后让他们看到 然后甚至眼睛都转向他 然后呢 他们都不敢开口 因为他们不太确定 这个人是谁 以为这个人是天使 可是不是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伸出手来 对众人说 看我就是众先知 证明要来到世上的基督 所以他就证明了 他从天上降下来 他来到了基督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向他们显现 让他们知道他是谁 然后这个刚才 十一节到十五节 这个我们就有看过 就是 那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用手探入 他的肋旁去感觉 去确信 是这个人 所以他们之后 就同声赞颂 然后并且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扶扶拜他 对吧 扶扶着拜他 是吧 好 在那里 好几天了 好 那除了圣经里面的见证 除了摩尔门经里面的见证 当然还有家里和圣约里面的见证 就是约瑟斯密跟西德尼雷格登 那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约瑟斯密跟阿里佛考德里以外 再来就是在二亥二的海兰 然后给那个约瑟斯密跟西德尼雷格登的 关于三个国度的意象 所以这个是在约瑟斯密的76篇的19到24节 他说正当我们沉思这些事情 主触摸我们的理解之眼 理解之眼就被打开 主的荣耀在四周照耀 我们看到子的荣耀 他在父的右边 接受了他的完全 也看到圣天使和他在宝座前圣化的人 在崇拜神和羔羊 他们永永远远崇拜他 他说现在在许多对他的见证后 最后这是我们对他做的见证 他活着 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神的右边 也听到有神英座见证说 他是父的独生子 诸世界现在和过去都是借他 经他由他创造的 其上的居民是神所生的儿女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见证 那当然我们还有现代使徒的见证 在2013年4月就讲到那个 爱宁亨利会长他说 我见证足以复活 仿佛我曾在那天晚上 与那两位门徒一起在那条 往以马楚思的路上的家中的那样千真万卷 他说我知道他活着 就像抛卖那某个晴阳的早晨的树林里 约瑟斯密在光中看见了父和子那样的千真万卷 这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 然后另外舍死徒定儿主的解惠后人长老 他也讲到了就是 我见证耶稣基督 确实是活神活着的儿子 我见证他确实从坟墓中复活了 在他升天回到父那里后 他多次向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数百位门徒显现 我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是弥赛亚 有一天会在最后的荣耀中再次降临 以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身份统治大帝 这个是他在2007年10月 独一的真神 及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的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可以给我们的 怎么样的学习 他要教导我们 就算没有看到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相信 就是即使我们有看到耶稣基督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相信他活着 然后我们就会蒙福即便 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这是需要采取行动的 我不觉得这是一次性的 我们的归心需要很多的学习 然后帮助我们先学习福音 然后去服务从他的诫命 去为别人服务 然后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然后另外呢 讲到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会有 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钉 我们不是说复活以后就会有完美的身体吗 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钉 他有写到说 虽然复活的能力可以 有一天也绝对可以 使被钉的十字架上伤痕完全复原更新 然后基督为了一个目的选择留下那些伤口 甚至他在末世时代显现时 显现这些记号并揭示他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他的手上脚上和肋旁的定合 象征的即使是纯洁完美的人 在城市生活中也会遭遇痛苦的事 象征苦难并不是神不爱我们的证据 正因为前来救援我们的是受过伤的基督 这事情才如此深具意义 且充满希望 这个他在Cry and the New Covenant 他的这本书里面写到的 然后呢 那救主叫摩达拉的玛利亚不要摸 他是什么意思 这是使徒定而主的故事麦康基长 我就说明说 詹姆士王清定版的圣经 他引述耶稣就说话说不要摸我 但是约瑟斯密的翻译版写的是 不要拉我 然后呢 希腊文的翻译不同于那个 这节经文 因为他就说不要抓着我 或不要拉着我 所以或是有些版本也讲说 别再抓着我或别再拉着我 所以呢 这是让人觉得当时 玛利亚当时其实已经拉着基督 所以呢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复活的主向 玛利亚传达的意思是你不能拉着我 要把我留在这里 因为我要伸到我父那里去 所以这个是他还没有升天 可能还没有去向天父报告他 该已经完成了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拉着我 让我习 升天去报告一下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是复活 复活对我们代表着什么 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 还有就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相信 是像多玛说的 我如果没有摸到他 把手摊到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还是我们因为别人所分享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相信 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 现在就这样 因为没有 大部分都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不是吗 但是救主说的 如果没有看见 就相信的就有福了 但是我们也不要你盲总 我们要你听你心中的这个 很好的感觉 这个温暖的感觉 就像他们说的 我们心中岂不是火热的吗 如果你的心中在听了这些讯息 有火热的感觉 很欢迎 你继续跟我们分享 也欢迎你可以来找传教士 学习更多关于这个部分 让你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变 希望这个是 这个影片可以告诉大家 跟帮助大家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好 我是林姐妹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表示你已经看完这个影片了 很高兴能够有您的参与 我要邀请你做几件事情 首先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你在YouTube上 订阅我的频道 第二个呢 我要邀请你 在这个影片上分享你 看这个影片以后呢 你的学习的感觉或感想 这个可以激发其他的人的学习 第三我要邀请你 为这个影片按赞 第四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希望影片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很感谢能够有您的参与 希望这个影片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福音当中继续的持守 帮助我们成为更坚定 更坚长的圣徒 那大家一起努力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你 谢谢观看